來 各位參加Costop的活動的夥伴們 大家好 我們先Chill一下 第一件要跟大家Chill論的是 有沒有人走錯教室 OK 為什麼這麼說呢 有沒有人還沉浸在剛剛那個區塊店的話題之中 然後我們說已經區塊店的話題已經結束了 然後該離開了 OK 各位你知道為什麼這麼說嗎 因為這一次呢 時髦邀請我們說 我們這一次有一個派遇的地方 一哥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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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呢 那個司法跟我講說 我有一個PLA 是跟派遇的交流一關的時候 各位你知道我有多忙嗎 因為最起碼呢 我在名單上面呢 就看到了非常多我經典的那些伙伴 比如說 剛剛弄起我過去了 大家好 我們同學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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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沒有 畢哥今天有來對不對 OK 還有啊 各位 我在名單上面有看到陳東辰 陳老師 老師有在這邊嗎 然後 上次的時候 上次的時候 所以有來是不是 哇 你可以看到 連老師都從基本過來 那你就知道說 今天的這個活動有沒有 還有啊 去年 我們跟Bruity又相會了 我們幾乎每一年都在這邊相會一次 好啦 總之各位你知道 我一知道說 今天我們有開源教育的這個議題的時候 我心裡面說真的有點狂風 然後呢 心裡面呢也覺得 嗯 我不知道怎樣說出 我這個心裡面的感受 因為就我現在了解到 有關教育的議題呢 基本上呢 已經沒有人在掛開源這兩支 比較麻煩 因為今天最起碼要跟什麼有關 對不對 如果要跟教育有關的 然後跟電腦有關的 有可能是什麼議題 雲端 雲端那你也夠糗了喔 有沒有再近一點的 我剛剛的AI對不對 我在想說我們應該當時這個要掛一個什麼 AI開源教育 來開源AI教育 搞不好這個人數會多一點喔 我當時是這麼擔心的啦 發覺我多慮了喔 反正我們這個本來就是開源等的一個機會 那太好了 今天可以看到 想不到這些教育你都做得這麼忙 你知道我今天走進來的時候 我覺得有一種進入平靜時空的感覺 就是我剛剛跟各位說的 很特別的是 我記得上一次 我假期給我們去年在那邊辦的時候 好像也是遇到那種風靈交加的感覺 總覺得來這邊上課 參加這個活動的時候 就有那種夜天的一個氣氛 OK 那今天我們極要繼續要談跟開源的教育有關 對很多人而言 欸 先做路做 對很多人而言呢 這好像是一個老料牙的話題 這就為什麼我覺得 好像走進平靜時空的感覺 就是 欸 原來在台灣還有人在關心 開源教育這件事情 然後那第二個 我會覺得有走路平靜時空的 第二個感覺是 我剛剛說那個是這十年啊 有很多夥伴一直在努力的一件事情 想不到這件事情還在努力當中 第二個我覺得有平靜時空的感覺是 當我走進了這個開源的世界的時候 你會發現現在所有的議則 跟十年前我想像浪中的開源的議題 哇 有很大的差距的 譬如說你可以看到 剛剛在談的話題跟區塊也有關的 十年前我不曉得有沒有人知道相關的一些東西 但是就我的想法裡面 十年前在開開源教育 跟十年後現在不在開開源教育 可能有很大的差異 但我不曉得 各位在地域上面跟想法上面是什麼 好 不管怎麼樣 反正我們今天呢 就是要利用一個小時的時間 好好來討論 好了好 OK 那我想呢 呃 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覺得還是要請我 我請稍微你們來講一下好不好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我記得這個開源教育的整個 這一個VOM5 可是某某一台講說 欸也把它都在一起了 因為我怕呢 我傳遞的那個訊息是錯誤的 所以我想說 欸某某可不可以讓大家稍微知道 因為你剛好也在這裡嘛 對不對 我可以不讓你講嗎 所以我們先可以找某某一個掌聲好不好 因為有某某這種CUE我的 什麼今天他們 今天他們無必要回來對不對 要CUE一下 所以我想要聽聽看說 欸某某他們是 我們在Post他們想要有一個 這個VOM5最主要的創作 主要是覺得說就是 其實想要把 不管是寫成事 但是你想要說 想要推學的人去寫成事 這個也可以 這個也可以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自己個人覺得開源教育是一個文化的 我個人一直覺得它是文化的 比如說像今天早上大家看到這麼忙亂 然後今天早上我們換地方 大家看到這麼忙亂的情況 然後我們怎麼去Leverage 志工的力量 然後還有來參與的人 你們也幫了很多忙 那這種文化一旦融入到生活裡面來講 他在做很多多事件的時候都可以用上 不一定只是寫成事而已 所以我覺得兩個方面 第一個是在做資訊科技的老師 他怎麼想 他怎麼去帶資訊交易 這是一個問題 然後另外一方面 有沒有其他的意義的 那他在想的是 像我在想的一樣是說 把文化面帶進去學生的學習裡面 所以那有可能是比如說 像現在其實說在教學的 也不一定真的是打開更好 就是你可以用桌遊啊 什麼東西啊 遊運動動的方向 那一樣的 或許是哪一些東西也可以把這種 你家我我家你可以做 我們一家一可以大理會 然後我們可以build on somebody else 或是從別人的那邊 然後先把他們做得更好 所以我們用學可以提供在裡面 那我當然是用這個出發點在想說 那Postcom是一個很大的區會 我們應該有很多關於這個問題啊 是不是讓我們弄一個做起來 對 所以簡單講就是只是這樣子的問題 OK 謝謝柏強 我們今天給柏強一個掌握 真的 很感謝柏強 讓我有這個機會把大家聚在一起 所以我們今天很明顯的 大家共同的交集 就是他一個教育嘛 但是你會發現每一個人的角色都不一樣 我們現在在談教育 我們是用什麼樣的身分 我們是用一個學者專家的身分呢 還是一般民眾的學生身分 還是說女師學生 女師老師 我先來確認一下我們今天女會的夥伴 大概的組成是什麼好不好 因為你知道去年 欸 我想這是第幾次的開業教育 第二次 OK 因為我有參加過第一次 所以 欸 有參加第一次可不可以舉一下什麼 喔 OK OK 你知道我們第一次多開心嗎 因為人很少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自我介紹一下 我剛剛用的是 今天呢 我們的人數跟各位報告一下 上一場是區塊店 我們的人數呢 超過了區塊店的議題 可不可以掌聲一下好不好 關心教育的議題勝過區塊店 好啦 我知道這個太RQ了 因為他們換場題 他們的時間本來是下一段才對 OK 好啦 總之 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今天呢 我們可能很難 讓大家每一個人 就是介紹一下第一次 然後為什麼關心教育 這個是我們去年的情況 那我想既然我們人那麼多 我稍微彼此了解一下說 今天來的成員主持 大概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好不好 來 我先做一個小小的調查 第一個 你現在的身份還是學生的 可不可以掌聲 你現在的學生 身份還是學生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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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學生證的喔 OK 好 大概數了一下 大概五分之一 有了 六分之一 大概 OK 那你現在的身份呢 是老師這樣子好嗎 OK 如果你的身份 你就正式老師 國小 不是那種理習班老師喔 你的身份就是正式在國小 國中高中大學 在任教的 你會舉一下的時候 好 OK OK 好 可以放下來的 稍微少一點點 那其他人的身份是什麼呢 我們家長的 你會這樣子嗎 好 各位 為什麼跟我說你會發現到 你會發現喔 每一個人從不同的角度 然後在看待交易 一定會有不同的觀念 這樣子好了 我們今天的一開始 我們在探討所在開一個交易之前 我們先把大家的心聲講出來喔 你有任何不滿的人 可不可以先舉一下手 然後我們又先發言好不好 欸 還不是沒有這樣的人嗎 那今天有什麼好討論的 OK 好 我發現到那個唐鳳 大家都知道唐正偉嘛 也是我們台北間非常重要的一個前輩 我最近剛好 欸 好想剛好在中游 剛好參加那個唐鳳 唐正偉呢 在那個中游的一個演講 然後他有等於是 那演講一開始會讓大家弄個slido對不對 S-O-I-D-O 對吧齁 欸 我覺得我們今天這個活動 超適合那一個人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 你說我們現在要大家舉手說 我想我們要打來一下什麼樣的看法 說真的 基本上以台灣的情況 大家一定會不好意思舉手說 我覺得有什麼樣的辦法 那你怎麼會有這樣的想法 那你會發現那麼討論的 有些時候就會立體啊 或者陷入了一些屏幕 我發現slido的這個東西還蠻不錯的 一開始都沒有人感覺你知道嗎 後來你發現一大堆的 而且更棒的一件事情是 他可以匿名的處理 所以有很多人甚至連動 大家對於我們現在公司政策啊 一些關係很多人都敢看了你知道嗎 我在想如果今天呢 我們有用那樣的一個機制送的電話 有更多人的想法都可以陪大家看 好了 那這樣子好了 我們今天可能會有個學生代表 現在給我大家講一下 你現在對考慮的教育的想法 剛剛是學生的可以聽一下 好不好 剛剛 我給你這個最有勇氣的一個掌聲好不好 我給你這個最有勇氣的一個掌聲好不好 我給你這個學生的小弟 你對開元教育的這個部分有什麼要跟大家講 你應該不用講一次哪個學校的 玩家的不用接手 就是學校還是比較喜歡用那種微軟或是一些商業的 那我曾經處理過一個問題就是 學生用我們用Videal Studio去 對 喔喔喔喔喔 你講到微軟喔 哈哈哈哈 對 對 在我們試驗課的時候 老師要求我們用Videal Studio 還只要跟我們接引寫的字 那我非常不能 我問他說 不能使用其他類似QT之類的 方式去寫的字嗎 然後就說不行 那我問他為什麼 他跟我說 因為西班有買 那有買就要拿來用嘛 這樣才不會浪費嘛 那我就跑去西班問說 為什麼你們要買Videal Studio 那他們就說 因為那個老師上課的時候要用啊 對 對對對 類似這樣的情況 那 那個 還有在西藏裡面 要推還遠教育這方面 我是覺得很奇怪 因為學校是一個教育的地方 那也是蠻多錢是政府所出資的 那為什麼這些產出的結果是各自保存 或者甚至就 研究成畢業之後 這些程式蠻多不見的 對 我覺得不該是這樣子 就有些事還蠻有趣的 但他應該被開放時 被往下路遠的興趣 就可以持續接送去開放 對 對 我覺得開運教練還蠻重要的 所以你現在在大學 你也有個什麼 身錯誼 身錯誼 好 你們可以給這位同學一個掌聲 好不好 大家如果 你們可以參一下 你應該不是成大的同學 你應該也不是基大的同學 是 這麼巧是不是 你一定沒有學過練老師的課 有是不是 我剛剛會這麼說 當然有點開玩笑 但我的重點不是哪一個學校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在台灣 誰 從小沒有商過 我也完成一些講科學的 不可能吧 對不對 所以我想要聽聽看 我們剛剛竟然說已經提到了那個練老師 還有提到了那個 這些聖符的 我們當然要讓這些聖符 還有跟Blue T 好好的來講一下這個部分 剛剛說什麼學校的 那那個 Blue T 待會兒在說 我們先聽聽看這聖符所說好不好 OK 這大學教育跟開運 我覺得那個剛才那位同學 講的蠻好的 就是如果 我以前沒有當老師的時候 我也是重心拍 但是當了七年老師之後 那這邊有很多 比我待人家久的老師 所以 我們只是稍微久一點 好 那 所以就是 像剛剛有講到兩件事 就是 一個就是備課 其實 這個東西 備課不是導師的責任而已 不然說 學生 有些比較認真的學生 他會在教學評論上面寫說 每年都換開發工具 讓我不重準備 然後就會寫 不只一則負評 然後我們教學評論就會受到影響 這個我跟好多長官都有共同 就是 如果你每年都換開發工具 對認真的同學 對已經開發成設的工具 會不開心 因為 畢竟來上這門課 我們不能假設我們私人服務 已經會寫成設的 你如果來上這門課 很多時候是因為你不懂 你不然可能說 帶著你小孩去游泳 然後你小孩都很會游 然後別人很自卑 在那邊吃熟熟 對不對 就其實現在的資訊教育就有這種問題 而且更嚴重 因為就是說 像我前天也是帶小孩去游泳 那我小孩也是我游泳 然後就在旁邊哭 那其他小孩就游得非常好 那這資訊教育在現在這個狀況更嚴重 你看 有些人已經寫到可以用區塊鏈上 AI上太空了 對不對 那我們學生 就是有普通的學生很難是 連交報告都有困難 連升學都有困難 對不對 一定要拿 像樣的系統都困難 你知道我們現在資訊教育的問題在這裡 所以這個備課呢 不是只有老師的事 也跟想要提早做準備的同學會關 然後再來是 我前幾天教學的時候 教學評鑒有被學生寫說 不只是剛才那個授課內容一直改 然後另外一個是說 題庫 你看喔 就是說 以前用MVC有什麼好處 就是它就是有題庫 對吧 MVC寫什麼 寫一個 我順便講 不要說寫一個什麼 成績登錄系統 然後再來是寫一個什麼 會計的那個什麼 結算系統 對不對 不然就是 比方說MVC加 我不知道MVC你幹嘛 MVC可以開發BBS 就是說可能上一個 某一個程式 你大概都知道它要做什麼 對不對 但是如果這個學習改用QT 那你知道QD可以做博士 對不對 QD可以做很酷很炫的東西 真的QT還一些視覺化的 那反而對那種 想要提早學習的人 他可能很大的障礙 因為他問他學校需求 你知道 所以這樣的話 在老師來講 我要看一下羅場官 我們都吃過這種 就是教學評價又跟著差了 你說我怎麼拯救我的教學評價 喔 喔 我怎麼拯救我的教學評價呢 所以我變成說我要去洗腦我的學校 吸腦的學生 就是跟他說 學這東西會很大發展啊 然後請我已經學過這門課的學生去開導這些學弟學妹 說接受挑戰也是一種訓練 對 那跟過往不同 不代表說 今年變得不好 你知道這個 像我每天有空就是刷一下D卡 就是看一下你懂嗎 還沒有我的討論 那很多方面其實都是這種 就是變化太多 所以我必須幫那個 剛剛那個紀大的老師說一下話 其實不是導師不正真 那我覺得更嚴重的問題 不是說這些教材是舊的 而是說 我們一直在忽略問題 就是說如果今天 我們的目標就是設定說 學人學這門課 就可以立刻去某個地方工作 那當然選擇RBC可能不對 但是如果說 這只是個敲門鑽 那後面有東西有搭配的課程 那現在有個老師開QT來做輔助就可以 這也是一種方式 真的 我們現在其實沒有這種配套 為什麼沒有這種配套 當起來 因為只要我們有個老師開某個課 開不好 就沒有配套的課 不要說 我自己也有這種問題 我自己有一門課就是 教學評鑑 它原本是5分之4.8 然後它降到5分之4.3 我就選定停開 因為在我們學校3.9 要寫那個 教學 那個 監導報告 那我在 你看 你知道嗎 你跟我在講一下 我是4.8掉到4.3 但是我距3.8 3.9還很遠對不對 但是我知道 如果照著開的話 有可能就會掉到4.0或3.9 因為我從4.8掉到4.3了嘛 趨勢已經在了 對趨勢已經在了 那要改變這是很困難的 對 而且那往上那些批評啊 什麼話都會存在 對 對 所以我就 下去決定停開 開新的課 然後找新的學生 這叫做清巧 就是我們可以在這個體制下活下來的技巧 對 對不起 對 所以就是說 其實這個就是 我們其實沒有這個開課 還是我們沒有很多課 我們課股好多許要播 就不是 我說我們講的 還有很厲害 我們比很多課 但是我們其實沒有這種 延續性 但是很難自己下去 對 所以這跨來的 我們要爭取回答 我們先謝謝黃老師這次的分享 知道 OK 所以我可以聽得出來 這個社輔 黃老師的分享 你可以看到 不管內容 就光那個論述的長度 你就知道 誰的抱怨比較多一點 誰比較愛怨一點 可以聽得出來 所以要再提亮一下老師 因為我們是服演 喔 服演 OK 那個 因為剛剛這次我們有提到的 忌盪嘛對不對 然後又剛剛又特別有提到那個D card 哇 各位你知道嗎 因為我剛好有參與到教育 在推動國發會 在推動所謂的ODF 欸 各位知道ODF這件事情 你們會舉一下什麼 好 當我沒問好了 看大家就知道 這個國家真的應該沒有什麼 多少人知道 那我要說的是 各位你知道嗎 這些年政府在推動ODF 然後呢這個政策 當然也是 跟泰原有一些關聯性討 那我要說的是 你知道嗎 全台灣就我的了解 因為推動ODF這個政策 然後呢 上了新聞 就是有一所學校 叫做吉達有沒有 OK 我相信那個 不如提應該很清楚的知道 那我想剛好 剛好也有記到同學 也提到了這個 這個泰原的教育 而且你可以看到剛剛我說的 你知道我剛剛說的那個 那個就是ODF的這個政策 如果各位有興趣 你可以到DEPART 找一下跟那個 反正你只要打算 關鍵字 LibreOffice啊 或者微軟啊 我相信你就可以看到那個 抱怨文的 那我想我們這個時候 當然要請問老師 來跟我們談一下好不好 OK 我們掌聲 歡迎 謝謝 謝謝 是不是要跟他控訴一下 對 還是關起來不要罵他 不要罵他 不要講比較感情 不要 沒有啊 那個 對 首先我覺得 要很感謝俊輔 常常在這段天界 一直在努力啊 對不對 還有發言 對 那其實剛俊輔提出的一些問題就是 我們長期在學校能看到 至少我在學校能看到 那可能在 在我們提點之前 有些學生不一定會知道 可是可能有些不用洗腦 所以會開始有些反抗 那這個反抗除了 我為什麼會希望學生開始 提這種反抗 是因為 在早期我們試著要推動的時候 其實學校都是已經被 某M什麼啊 S之類的一些公司 就已經被完全滲透了 然後我是比較 比較講話比較 比較直接跟激進的人 對 那在這種環境之下 不論是學生或者是老師 甚至是各種行政長官 其實都已經習慣這種方式 反正把錢砸下去 然後出了問題 有常常可以怪罪 然後就沒事了 所以當我們會希望 比如說ODF 要推動的時候 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 顧問一下 他從不論是學校長官 到有一些 也許常常已經習慣 M什麼X之類解決方案的學生 他們都會因為 不了解背後的一些意義 那或者是對未來的影響 就會有一些很直接的 第一面的 第一時間的一些反彈 因為跟他們過去習慣 都是不一樣的 那 在推動的時候 對於使用者來說 我們不然怎麼舉辦 做談會或什麼 那 因為沒有任何獎勵或懲罰或什麼 所以他們其實並不會有一個 很大的動機去 真的要了解 而對於長官來說的話 那 他們其實覺得 可能會有些覺得 多一次不少一次 那也沒有任何的獎勵制度 所以他們會覺得 欸原本這樣子 那反正砸錢就可以了 那你為什麼 為什麼你要來搞這種東西 所以他反而會把這些希望能夠改善的人 小碗壓下去 對 所以後來當然是在紀大的 後來有一些發展都沒有那麼的 所以紀大現在有發展規模 對 對 對 因為就是整個 原本希望改編的人就是 被拔掉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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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部分的話 我不知道該怎麼樣去解決 因為聽我一個人 我就是在我們壽司界 試著努力 在學校也只能夠用一個 講師的身分 試著去努力 然後尋找認同的 少數的學校 認同 而又願意站出來的 少數的學校的教授 而至於 還有其他方式能推動 我覺得除非從上面也有些講師 或者從上面 有一些更進一步的作為 但我知道 明明非常的努力 對 可是當然 政府裡面還有非常非常多其他的單位 對 所以除非從上面還有一些其他的方式 就讓我覺得 學校的教育要改變 可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這樣子 對 那另外剛剛也提到說 像是學生的作業或者研究 或相關的東西 那 我也觀察到很多這樣子的狀況 所以在我能夠接觸到的老師 或者課程當學生 我就直接說 好 所有的筆記直接跟我們公開 所有的作業直接 一開我就直接 直接open出去 而對於其他老師 他們可能說 他們研究的東西 他們希望說 今年研究了 明年要再報conference 後年在幹嘛幹嘛 想要想辦法賺點出 所以研究出來的東西 都不願意放出來 怕被別人抄怕被別人搶 對 那我不知道這個狀況是有沒有 有沒有辦法改變 或沒有想到一個很好的solution 所以今天這個地方 一定是提出一些 自己覺得無力的地方 看大家有沒有什麼想法 對 那我 我的眼大概是這樣子 對 希望也許 有更有經驗的 或 我沒想到的方式 也許會在這場 一直弄出來 這樣子 我們謝謝Bluetian老師 謝謝 哇 謝謝 你 大家可以聽得出來喔 Bluetian老師 他剛剛在講話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他 有一點小小的無奈的感覺有沒有 我跟各位講 大家都知道 在開源的世界裡面 我們最講究的 最希望的就是 讓我們的資訊應用 可以有更多元的選擇有沒有 那你會發現喔 很奇怪的是 一直以來啊 我們就只有使用商業軟體的Solution的時候 大家都不會覺得說 我們有被資源了 然後突然間喔 老師在上課的時候 本來呢 我們談的是 OK 大家最熟悉的商業軟體的Solution 好了 那突然間換成了另外一個選擇的時候 他突然間會有一種被限制的感覺 你不是說 我們在開源的世界 講究的是自由嗎 講究的是多元嗎 那你怎麼在上課的時候 要求我用這個東西 然後來做選擇 對吧 就就陷入了另外一個 一個矛盾跟迷失 照道理開源 那我們有更多的資料的選擇 那後來我發現欸 有一個老師 我不曉得我也觀察對不對 因為我不認識的這位老師呢 我給我的瞭解 他有點類似像江泰東標的一種 怨則善鬥 然後呢 我就把這一種 所有的教學資源都整理了 然後呢 我就會放出來的 喜歡的人 自己來看好 我說的這位老師呢 當然就是陳中仁 陳老師 我們先給陳老師一個掌聲好不好 好 因為答案其實都可以這樣掌聲上面 看到非常多 這個陳老師分享的一些教學生也有 還有一些文件 那我想以老師你的角度怎麼樣來看待出 我們現在的 包括同學頻道的 有沒有有開源的教育群 也有我們最熟悉上有來點數 你也能如何在這個地方做一個群食 這個等於一分呢 OK 關於那個 Open Office 這個我想做 是我的主題 我稍微分享一下我的一些東西 那就是 其實他有談到 你說 珍世伯談到那個 平鑑的 平鑑那個 進來要平鑑 還是要啦 你們不是隔海光嗎 但是呢 因為我算是 我們學校比較沒有那個 比大的壓力 所以我都把那個 這個平鑑的分數呢 視為一種環子標 對不對 所以 環子標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說 他是 0分到5分 對不對 因為我一直覺得 我分數太高了 因為他總是再次點擊 我覺得如果哪天到1分的時候 我就成功了 這樣子 OK 所以我覺得 真的是看一個人心態的時候 你會覺得 這個 這個制度好像不夠硬 對 可是我覺得 有時候你只要放掉 那就沒有問題了 要在意一下就好了 是 對 所以我是 十幾年的經驗 我覺得 這個 不用太在意 對 那另外一個是 像我現在上課 我都強迫 學生使用 強迫 真的 老師不用強迫這兩次 強迫學生要使用Github 的交作業 對 可是Github被圍滿下來的 OK OK 本來我已經搬到Github上 但是我覺得 好像觀望了一下 沒什麼時間翻回來 這樣 有時候強制的時候 就會覺得 好像不太好 但我說 那你可以用Github 或者是 可以用Github 對 可是其實我覺得 有時候強制也不一定 就一定有問題 你可以給他 多種選擇 就是他 那位同學提到的 一定要扶就是有 那 可是我們如果 如果不強制的話 就是很多學生 他不知道該怎麼選 對 所以就是強制 但是 可以看你 做什麼選擇 這樣我覺得會比較好 哇 好 我們給陳老師一個掌聲 謝謝 各位 你知道嗎 剛剛陳老師講到最後 就是因為學生不知道做什麼選擇 所以有些時候 我們還真的需要強制 然後引導他做一個選擇 各位你知道嗎 在座有一些 有一些夥伴可能知道 我有一子儀啊 我有參與教育的計畫 正好 我們也在中小學 在推動所謂的開運教育這件事情 那各位你知道嗎 我遇到一個現象呢 當然這不代表是大多數啦 就我把我觀察到跟大家分享 我發現呢 在教育裡面呢 有些時候軟體的教育 資訊教育的選擇 有些時候是以軟體為主 那軟體為主呢 各位 你會發現到 對老師而言 我今天用什麼樣的軟體 然後來教孩子 說真的 有一派的說法是這樣子的 黑貓白貓 能夠抓老鼠就是好貓 欸各位 這個說法也沒錯嘛 對不對 我們不是說我們要培養孩子 我們解決問題的能力嗎 那解決問題的能力 我可以用選擇開運的solution嗎 我也可以選擇商業軟體的solution嘛 因為說起來沒有錯 可是你知道嗎 像我們這種 長期以來就是受到開運教育影響的 我們就是有莫名的一個思鬧 我所謂的思鬧的心事 我在我的心門裡面呢 就會有一個莫名的 法律 我覺得應該應該先讓孩子們 有沒有 先認識所謂的公共滿權的資源 然後呢 當公共滿權的資源無法滿足的時候 有沒有 那我們再來思考到 有沒有別的授權的資源能夠滿足 比如說 當我們這個時候 聽到了 我以為在提示我說 我離奇啊 OK 好 各位聊聊解我的意思 你可以看到喔 有些時候我們在談開運的solution的時候 對很多人而言 這不見得是一個最好的solution 為什麼 第一個 我就隨便舉個例子好了 竟然剛剛有提到的 Libre Office好了 在台灣大家 毫無疑問 大家最熟悉的 當然是微軟的office喔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 如果我在台灣 然後呢 我們在中小學的課項 通常有當然我們 教育部當然就定課項嘛 那現在最流行的當然108課項嘛 OK各位 在座有沒有中小學老師 可不可以請下手 經過我這樣的問問題了之後 應該沒有人敢舉手了 但是我有看到有一個老師偷偷的舉手 OK 那老師 待會給我一點時間 待會分享一下 目前108課項 然後跟開運教育 或資訓教育有什麼樣的觀念性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嗎 可以啊 我希望今天我們各種不同角色的 不同的角度來談所謂的開運教育這件事情 那我剛剛就說了 你想想看喔 我們今天呢 在台灣的教育裡面 如果我是老師 我用微軟的office 來教孩子們 認識什麼叫做簡報設計 來認識 我今天要寫作業的時候 怎麼樣用word來寫文件 各位有辦法嗎 有錯嗎 在台灣我們使用微軟office 應該沒有辦法啦 所以我是老師 我教孩子們用word 也是用powerpoint來做作業 當然沒有錯啊 可是真的在我開運的角度 我們當然是希望 欸 我們可能先讓孩子們認識一下 我怎麼樣用開運的solution 來做簡報 然後會來做試算表 然後來處理文書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齁 那你可以想想看喔 如果我們從小呢 在接受這些教育的時候 我們驗到這個軟體 我第一個最熟悉的 就是商業軟體 毫無疑問的未來 我當然也就是往商業軟體的強步來走 但各位 如果我們一開始 接觸的是 就是自由軟體呢 當然啦 你可以看到我們現在講的事 就很理想對不對 所以我說 剛剛陳老師提到 連他在大學喔 都會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我會怎麼樣幫學生做選擇 你們要 因為在選擇上面 我們當然 如果我們沒有特別去評議的話 我們現在就說 你可以自由的選擇 我培養了你各種能力 我發現現在最大的問題是 大家不曉得怎麼樣做選擇 連大學都不曉得怎麼樣做選擇的 更何況是我們中小學 所以我們現在是不是請中小學老師 大概從中小學老師的角度 來跟各位分享一下開個教育的話 老師請問你們歸信 謝謝 謝老師嗎 我們掌聲歡迎一下謝老師 謝謝 我開始來講這個話題 怎麼說 因為我是今年才有可以出去的教育 喔真的喔 那更要講啊 對不對 因為幾年後可能你的講法就不一樣了 所以我先來對照一下 那我就覺得說 因為其實現在108課 剛剛他們強調是總路是教育 他們總路沒有很適合說 你是要用什麼東西 我跟你講 在這個部分 他容路是他最大的問題 其實在於說 欸那你教小孩知道 最大的 希望小孩他們回去呢 然後說 欸媽媽我會這個 我可以用什麼東西做出什麼東西 我可以用什麼 比方說一個軟體做出 我們生活中需要的東西 我可以拿過的 或者是這樣的 那如果說 你今天叫你開圓的東西 那你回去 欸看到他媽媽家的電腦 就 欸我家小孩都其實沒有選會啊 對 但這是蠻常見的 一個問題 所以說 我覺得是 他們能夠用開圓的東西 然後去做出一些 他們 他父母也期望他們可以做到的事情 比方說 呃 教作業 或者是更進一步 他家裡需要什麼東西 他可以應用 我覺得這是一個 呃 目前108課剛剛 比較希望我們老師 能夠教學還可以做到的事情 就是 如何用生活中能拿到的軟體 其實我們現在108課剛剛看到 因為我們現在 教師有蠻多所謂的共窗共配的平台 對 當然這個東西我後來看一下 好像只有資訊領域才有 因為好像資訊老師特別喜歡分享 對 對 就是會有很多老師把他們的課章 把他們對做好的教案 然後分享出來 跟其他的使用 那我看到他們其實 很多時候他們使用的 呃 軟體也都 當然說像我等於是有這些東西 他們可能並沒有特別去 呃 但是大部分的時候 我們在教學生設計的時候 都是用太遠的 比方說 像我們用Arduino 或者是用我們用 呃 大部分的軟體 其實因為 有時候也是 經費的問題嘛 你並不會說 學校並不會為老師 去幫你買 一套 呃 特別像什麼 3D介入的軟體啊 或雷射線的軟體 對 那我們他們其實 用的時候都還是太遠的 其實說我們現在 像我下禮拜要去參加教師演習 他們的課堂上 列出來的軟體 全部都是太遠的 哦 在資訊領域這方面 因為我接觸到他們 在共創共飛的時候 吉他老師分享出來的教案 幾乎都是用太遠的軟體 那我覺得 現在大家比較care的 反而是教育說 欸 我們 呃 剛剛講的那個OBIS的問題 對 那東西其實是因為大家的習慣 那反而是在一些 我們現在在家 沒有在習慣的東西 比方說3D介入 哪個家長會習慣3D介入 那這時候就變成我們所有算 然後在這時候就拿出來說 欸 可是我們就沒有經費買啊 那當然是用胎原啊 所以其實在這個部分 我覺得胎原是 佔的比例是蠻高的 但我覺得這還是 以資訊領域的特點是這樣 因為我都看到像我們 小太太在義務教 那我就說 欸 我們義務教的怎麼都是空的 你們說好你胎原 你們知道 然後他們對於文件 那個ODF 他們也會覺得說 啊還要再學習一套新的 他們 棒劇這個是蠻常見的 對 公務員他們當棒劇 但是 因為現在政府都會強制規定說 現在所有的文件一定是ODF一份 然後看你要不要握得再一份 然後 然後我們常常就會發現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要打開的時候 然後別不常常就打開的時候 欸我們得事有點錯誤啊 然後怎樣 對 這個我覺得在前期都是難免的 OK 我們謝謝 謝謝老師的分析好 欸 老師你說你下禮拜要參加的延期 是什麼樣的延期主題 可不可以讓大家知道 延期主題 主題是在談什麼 關於引發課剛好 關於引發課剛好 說我們言語如何備課 哦 如何備課的這個部分 老師你是國小老師還是國中老師 國中老師嗎 哦 對對對對 因為引發課剛是真的國中 國小就沒有 沒有所謂的領域的這個部分嗎 我小剛剛都來講一講 叫農路式教育 哦 農路式教育 農路式教育的意思就是 就算沒有農路也沒有關係 可以自由的選擇 要不要農路 事實上剛剛老師有提到一個部分 就是你有沒有發現 在開源的世界裡面 有很多的東西是 有對應到我們所熟悉的商業圈 比如說剛剛提到的一個office 那有 比如說大家最熟悉的office 他有商業圈也所入選 我們已經知道了 那當然我們就會有所謂的包袱 這就為什麼我會提到的時候 在我的想法裡面 如果對小朋友而言 你最早就接觸的是開源的手入選 當然你就會優先覺得 在使用開源的手入選 你最適合什麼 那剛剛老師又提到了 誒 可是你會發現到科技日新月異啊 一直有一些新的東西冒出來 那有一些冒出來的東西 我們可能還來不及去對應到說 我們以前的既有的經驗 特別是我發現這些年 各位你們有沒有發現 我們現在在談的資訊教育裡面 已經從軟體有沒有延伸到硬體了 做到硬體了 一個問題 等一下你一定要好好地跟大家分享一下 哈哈哈哈 我怕你沒有了 你不知道我要問你 所以我要趕快先打髮子給你 太重要了 不是因為你才要講這個 因為大家都知道 誒 開源交易我們現在不是只有談軟體耶 開源交易也要談到什麼 開源議題的這件事情了 那各位你知道嗎 我先跟宏祺分享一下 你待會兒看一下我的這一個案例 在你的觀念是怎麼樣 你知道嗎 因為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來談教育 我對你說的 Costcom的經典禮幾階了 各位還記得嗎 有沒有有講真大 喔 逆十階了 OK 好 可惜 下次一定要準備講題給我 十四階了 當然 大家想了四階了 十四階了 十四階了耶 我想 你看我們至少認識十四階了 OK 各位 你可以想像到十四階了 各位你知道 你看喔 十四年前我們也是叫做開源 也叫做自由 十四年後的現在我們還在開開源跟自由這個部分 可是你知道嗎 在自訓教育裡面 這十四年來的話題變化有多少嗎 各位有沒有發現 平板開始流行的 叫做行動流行 對不對 然後呢 各位你可以發現到 有一陣子我們在流行所謂的電子白行 對不對 那當然喔 前一陣子最流行當然是每一刻喔 各位了解我的歷史 你會發現這十四年你要把我們都在談開源 但是在內涵上面一定有非常非常大的變化 那我剛剛要講的例子是 有一個郭曉老師 啊 國中老師我就不多說了 他說 欸 師老師 那幾年前我們學校在推所謂的開源音 然後那個時候3D列印正行的時候 他們學校當然記得很多的3D的設備 啊 記得3D 記得很多的3D設備 然後廠商就告訴大家 你可以看到未來啊 我們每一個教育裡面 3D列印出來的東西如何如何 當然他們一開始很興奮啊 也參加了很多演習 然後呢 連續學會 啊 學校也採購了那個3D列印標記 好 結果隔了兩三年之後 我們現在就在開 開源硬體的教育 知道老師怎麼看 因為我無法判斷 我沒有在這個影片很了解 他就這麼說 師老師我發現這兩三年來 我們好像學校在幫廠商做什麼 你知道嗎 在做硬體測試 什麼意思呢 他說每一年廠商都告訴我 我跟你講喔 今年的比去年更好喔 不新的話我印給你看有沒有 然後他發現那每一年呢 都在進更高檔的一個設備 然後他發現他每一年都在幫廠商測試機器 然後D列印算買的這些東西之後 發現 欸 小朋友都沒有機會接觸到 你知道嗎 然後小朋友學的也只不過是把 喔 OK 廠商要給他去告訴大家 有哪一些飯店 有哪一些網站 你只要這樣把他印出來就好 所以他發現 因為他也不知道什麼標準 一定沒有找你去教 他發現每一節課 在上這個3D列印的時候 感覺上好像在幫有沒有 幫廠商在測試醫療器 讓學生知道說 同學你知道嗎 我們今年呢 3D列印的技術比去年有沒有 又進步了多少的那種感覺 欸 程老師長這樣要先分享是不是 然後那你待會有資料 謝謝你啦 OK 來 我是幫忙那個曹吉平發言 因為我常常看他的臉書 他都覺得 那個廠商這些趁機推銷的這個行為 我覺得真的 真的會把最後這個Maker 這個東西給搞掛 對 所以其實像曹吉平的做法是比較偏向的 曹吉平的做法是比較偏向的 曹吉平的 他沒有看 對 那他是建議說 你就用最原始的工具 譬如說 就拆家電學物理 OK 你就 壞掉的電視 壞掉的收音機 壞掉的那個 全部拿來給小朋友玩 然後呢 一邊拆一邊講解 到底你是什麼原理 然後順便 搞不好 可以把它修一下 OK 那這樣子的話 你就可以用非常低的成本 來得到一個什麼好的學習 因為越原始的東西 對學習其實是越好 那個不會經過過度包裝 但是他得到的那個學習效果 真的可以贊同能力 OK 那這是我想的 OK 不謝謝鐘哥老師 曾老師很想到 OK 那現在我想到我最近有一個朋友 你知道 他剛好就是在教他小朋友修理點燈 然後燈號壞掉了嘛 換點燈 然後呢 告訴大家那個店的一些原理 然後我那個朋友他就跟他 但他剛好小孩一個年活動一個年活小的 然後說你們生活科技不是有這樣的嗎 沒有 沒有喔 OK 可是做到你生活科技不是要談這個嗎 比如說電流所謂的 自由電交流跟電源串聯等等的 所以我們要來聽聽看 以一個宏綺是怎麼樣來看待 在開源營體 在開源教育這一塊 那以你的角度 你會給大家一點點分享好不好 OK 我們歡迎給你看宏綺好不好 OK 先讓大家看到一下 我們還有十七分鐘 好 十七分鐘 好 十七分鐘 好 其實我是進來看熱鬧的 沒想到被Cue到 Cue到我就來講一下 那剛才回到那個老師講的那個問題 其實學校在測試 就是變成那個廠商的白老鼠 其實這件事情 其實 在 當一些顧問啊 其實都該講都講 可是這個 這個開關打下去 就是基本上就塗不掉了 就是 在之前的 政府在推薦的事情其實 其實他們都有在 在譬如說 在性能科技進到 學校的領域 或者是說 這個就買買了 那另外也是 Monten隊也是我們對於 新興科技 有太多的期待跟想像 比如說 對3D電影 3D電影這個議題跑出來 其實是媒體 商業公司 還有一些 很多人對於他的期待 交織出來的結果 所以這個3D電影 數位製造工具 進到學校裡面 變成一個媒體教育 或是動作做的教育 其實是 這樣有點像是 共構而成的 那我自己本身 我忘記在那裡 自我介紹我教了這東西 然後 我有教過國小 也有教過國中 也有教過高中 也有教過大學 也有教過社會人士 有關於這種 數位製造的想像課程 可是我教到最後 其實我是 蠻挫折的 有時候我在想說 欸 國小 國中為什麼要叫 欸國小為什麼要叫3D電影 這件事 後來還是想不通 那一開始是 有人邀請嘛 就要讓孩子們去 去理解 或是去了解這種 心境科技 我覺得是很好的事 可是教到後來 因為 要上課的人數 大概有至少30位學生嘛 那30位學生 我們當時在教的時候 大概5台6台 3D電影表記 算是很富有了 可是3D電影的 生產的速度其實是非常緩慢的 可能那時候對於媒體告訴你說 3D電影很快 就像微波魚打開 丟進去出來 就一個3D電影 可是實際上並沒有很快 可是那時候的經費都灑下去了 然後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就遇到很多問題 就是3D電影 因為當初在做這件事 大概是2012、203年 那時候的3D電影表記 雖然已經有開始有幾支平台去生產 大概是一定量的生產 然後甚至進到學校園內 可是 可是它的穩定度還是有問題啦 不管是它的噴頭 不管是它的材料 所以我們在做這件事情 也會遇到很多挫折 那 後來一直遇到很多問題 又刻不解決 然後 後來回到一件事情就是說 這位數位製造工具 或是這些東西 它其實要讓學生瞭解你 就是動我做了這個VC 說 我如何用最快的方式 把你的想法做出來 那 那時候遇到一個狀況就是 呃 在做這件事情 就是 我後來回到根本上啦 就是 我甚至遇到一些高中生 他們連美同照都會用 所以後來就有點半放棄這樣 大概 大概國中以下 我就完全不接這種Case 就是說 要教我們說 3D電影會雷射切割 我覺得是 這件事對我來說 不是衝擊太大了 一個高中生跟你講說 老師我想要切割一個正方形的一個木板 可是你問我 老師這邊有雷射切割機 我說 靠 你不是拿個鞠子 四刀而已耶 那公文就問我說 有會雷射切割機 這件事對我的衝擊非常大 所以後來就是 國中以下 我完全不教數位製造 反正回到最根本 中手座 那中手座用這個基本的手工具 那一到國際的 給自己的設計製造 國中以後才開始教 教這種 數位製造工具 雷射切割機 3D表機 這些操作 一方品在教的時候 也比較 比較好教 因為它比較有感覺 這些東西 怎麼去執行 然後另外就是 剛才一定要扣到一個開源的 關於這件事情 因為 3D表機 還有雷射切割機 牽涉導行費的問題 還有 其實這世界上很多人 會用這種開源的工具 去做 做這種教學 還有試用 比如說 最近又開始在 磨雷射切割機 那你會看到 用Inzcap 去做 這種檔案的設計 在規劃上 會簡潛上比較快 因為以前你要教 教學生們設計 用 用Inzcap 他們會非常恐怖 因為會覺得說 他們已經習慣用 Illustrator 可是突然教他們 教他們用Inzcap 去做的話 沒有誘因 可是現在有個誘因 所以用Inzcap 半紅半片 誘因zcap 可以做出這種 你可以拿到一個 自己雷射的 媒電 或是你自己要做的 這個 電腦主題殼 之類的 都可以這樣做到 他們就有個誘因來做 所以後來在 在做這些從事 沒有開源工具 在做的時候 我後來理解的就是 你要把這課程設計的 很有趣 他們才會知道說 他們用這些工具 來做這些事情 你不能跟他講說 我這個工具 是開源喔 是有大意喔 是道德上的 非常的Powerful 然後跟他們說 我們來學這個 好像是不會理你 如果這個課程 不有趣的話 你跟他講說 這個工具多厲害 幫你三秒做出一個 東西出來 他們其實 或者是說 道德上的一個尊敬 或什麼之類的話 他們其實不會理你 可是他們如果 透過這種好玩的東西 去理解這件事情 然後慢慢再去接受 這些開源的精神的話 我覺得這個 比較容易會扣得起來 那就是我就是想要 跟大家分享 對不對 謝謝 OK 我們謝謝 謝謝 各位 比較好 我們今天時間很明顯 我們剛剛呢 從各種不同的領域跟角度 然後來看 我們已經開源就要 也離開到開源硬體了 所以大家就知道 如果待會有沒有 十分鐘之後 結束的時候 大家如果對開源硬體 有興趣要找誰 你知道嗎 OK 那特別呢 因為我們今天本來第二點 就是大家就在這個一起來聊 那當然我感覺上 因為我是主持人嘛 麥克風在我的手上 所以我話比較多一點 但是我也要再次問大家 最後的這十幾分鐘 有沒有哪一些夥伴 你今天來參加這場活動 有沒有什麼 你覺得很想要跟大家講 很想要提出來問題 或者是想要表達你的觀點 這起碼我還有十分鐘 可以來談有沒有 真的有 真的是 怎麼稱呼 QQ巴士 QQ巴士 給QQ巴士一個掌聲好不好 QQ巴士你是台湾來的嗎 對 好 沒有啦 沒有啦 後來我就問 會不會有人提什麼 OK 其實我比較特別一點 因為我不是資訊相關 我是機械相關科系的 那因為我們資訊 我們機械相關科系 其實更注重硬體 軟硬體的結論 那 所以在做開源這方面 其實又比較困難一點 而且在機械領域來說 大家都 其他多老師都是用Microsoft 應該不要說 Microsoft是用那一套那些資源 來做一些相關的教學 以及使用 或是可能有什麼 Mailab這些需要付費軟體 所以幾乎沒有老師用到開源 或是用費軟體 尤其像我們 像我做班 有一次在做 雲端相關的 那 這方面的話 就又更少了 那 所以後來就是 我後來讀博官之後 因為 讀博官之後 需要帶那個學生 那帶學生的時候 我就想說 因為我們 因為我們還沒有辦法開課 那所以我就是在 暑假的時候 其實 我們就自主 為一些實驗室開設計課程 那我們就去開一些課程 然後針對機械領域相關 那以及就是 開始讓他們可以學習用像是DHUB這些類似的工具 然後 讓他們可以簡單的學習說 我們應該可以有什麼方式可以分享一些 開源資訊給其他人 然後或者是一些學生可以 讓這些資源可以傳承下去 所以 我那時候就是 會開始用這些工具來去 讓大家開始應用在機械領域 那 最後其實 其實我會有這樣的想法 是因為我在做班的時候 我有一個 因為我做班的時候是虎科啦 那 那時候我做班老師是一個叫做 顏家銘老師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提過 那他這位老師其實他很特別 其實我們老師他真的 把很多很多的教材 所有上課教的教材 全部都放到網路上 那就是他讓我有這種分享的觀念 所以 他的網站DHUB上面也都蠻多機械領域相關的 他也有資源 那 也分享給大家這樣子 喔OK 我們謝謝 問題 並沒有什麼問題要問大家 就是在分享的這個部分 OK 提到這個分享的部分 剛剛呢 就包括宏奇在提的時候 我再想到有一次喔 有一年非常特別的紀念 然後我七八年前吧 然後到上海 師範教育學院 然後去分享 那時候我們去跟他們分享 我們在台灣 其實在十年前 我們就在推Spray去的 你知道嗎 當時要想忘忘了嗎 知道Spray這件事情的 跟Rage一下子 然後我點不點 欸咦咦你知道嗎 我們在七八年之前 那個時候 其實大陸也還沒有在推這類的東西 我們在談這件事情的時候 對他們來講 他們覺得都非常非常的新鮮 你知道嗎 我試一下我就跟幾個對岸的朋友 欸今天有對岸的朋友 有來的 可以提一下什麼 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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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來了 欸各位你知道嗎 我說當時我私立站在聊天的時候 就開玩笑的講一件事 就說欸我們不要羨慕台灣的資料 有些時候我們還羨慕你的資料 那那你說錯了 我就說 最起碼你想要看嗎 你們有盜版的自由 我們就沒有盜版的自由 對不對 好啦 那真的私底下花鼓的 OK 好啦 那我現在要跟各位表達的是 哇 尤其洪奇應該感受最深的 當時我們在台灣在玩一些硬體的東西的時候 你看大陸什麼深圳啊 那個原牌道的城市 他們那一些硬體的那些教學包有沒有 你知道進步有多快 各位了解我意思嗎 那今天呢 剛好我老朋友 強哥在這邊 強哥一定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就你觀察到有沒有 不管是從資訊的教育 不管是軟體也好 硬體也好 不過整個大問題的一個氛圍上面 你感受到這之間的一個差異是什麼 我覺得你來怎麼可以跟各位分享 好 OK 先給強哥一個掌聲好不好 OK 我先來講一下 我上上週在上海 我是台灣人喔 但是我是從對南來 然後我都住在上海 所以你沒有用到來自由 OK 我們現在其實從小的教育來看 我上次在上海旁邊看到一個補習班 OK 他補習班 他就已經在教像Scratch 還有教Python OK 是教這種功夫 我就進去看我來問他說一節會多少錢 因為他看起來以為我是家長 就跟我講很多 對 所以我發覺這個東西是在大陸 逐漸 就是說這個是很豐富的在發展 因為大家不希望自己小孩子輸在起跑點 然後另外大陸有一些健身途徑 我們就知道高考可能是99%都往這條路 但是我有個親戚 上海人 他就是 他就直接是走那種什麼打那種比賽 然後做那個什麼樂高開始 最後 他讀了那條通道就不是高考 他一樣可以讀到好的學校 然後還是申請到法國的那個獎學金 所以我覺得這條路 小的就是小朋友的教育 我看到他們已經入貨入土在座 但是當然有很多是體制內容 那先不講這個 我想要邀請的是這個王偉老師 他是來自於這個上海的華東師範大學 OK 王偉老師 王偉老師 對 然後他上個 他之前在Network Foundation辦的會議 有非常開源教育 所以我想請他講一下 哇 對 這才是代表大陸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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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今天早上我也做了一個分享 就是講一下大陸這邊 開源教育這一塊 其實我先講兩個事 第一個就是我可以回應一下 剛才補充的那個大陸現在在開源 老師我剛才叫做中小學 沒有聽到 沒有聽到 沒有 中小學教育這一塊 我其實現在大陸這邊 打擊學打得非常厲害 這個特別是 打擊學就是說 就是這樣 對 從幼兒園開始 就開始去思考 人工智能教育這一塊的一些東西 像Scrash這個東西 在 光是在上海 包括一些二線城市 都在上海 而且呢 大陸不光是在用Scrash 他們還在造Scrash 他們會造和Scrash類似的東西 因為大家知道現在 中國在和美國在打貿易戰 對吧 現在我們用的remeson pipe 用的micro bit 中國都在造自己的micro bit 那個書面派 已經有現成的東西 已經在中小學已經在開始用了 已經有中小學老師在你自己的 深圳造的那些在上海 這件事是正常的 然後我本身是 來自黃東師範大學 是在高校去做開圓教育這塊 其實我是比較關心 就是你們當時發言 我見你們的有一個問題 對 就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也關心 就是我們現在除了 用這些開圓軟件 開圓的內容去做交易以外 那還有一塊 就是 怎麼樣去做開圓貢獻的內容 特別是在高校 因為今天兩天的會 我都參加 很多的一些企業界 很多的一些開圓的 那些 都會過來 對 我們更關心的是 怎麼樣讓學生參與到 開圓的內容去 因為這個是 真的是軟件這一段 它是開圓裡面的 非常核心的一個 對 比如說像我們 下學期 我們就會開一門 開圓軟件開發與設計的課 這個課除了 給學生去講 怎麼樣用Git 怎麼樣用DevOps 我們在實踐裡面 就是讓它去參與到 就像Google Sun or Code 這項目這樣 讓它去參與到項目裡面去 但是呢 這件事情呢 目前在學校裡面做 又特別難 你可以簡單 老師不會 老師沒有做過這樣的事情 那當時我們其實就找了 像Richard 莊劉偉 這些企業界 華為的人 微軟的人 這樣有過開圓經驗的人 來和學校一起來合作 然後我們的課堂的一部分時間 給他們來 讓他們來帶我們的學生 讓他們做我們學生的mentor 讓他們出一些項目 這實際上也是很多企業的訴求 企業也要推它自己的開圓項目 因為現在大陸的公司 互聯網公司 特別是互聯網公司 也在捐贈各種項目 給阿巴奇亞 甚至國內馬上就要推出 自己的開圓基金 還有自己的開圓協議 都在構建 以中國為核心的一個開圓的生態 都在想做這個事情 對 這個實際上是我們開圓教育 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機會 好 謝謝 謝謝 我一分鐘補充你 我們先給文文獎助理 我之前跟先生可以聊過這個問題 那其實大陸這邊 引導他就一條路 就告訴他 投入開圓學習 對他以後找工作 如果掌工資有幫助 他們就真的 他們就會忽然間 就覺得是好玩 很需要學 是真的 所以我會告訴他說 如果今天像我招聘人 我在華為 我招聘人我是會看到G-Hub的 我說你給他我給我看 對對就是 那我有一天學人這樣講 所以說有的就有這樣動的 還是要跟第一綁定 因為大陸的學校 就是為了要培養人去業界 他跟台灣有些人覺得說 我們學校不是培養人 不是培養補習班那種馬龍的 那思路不太一樣 大陸就是希望說我出來的人都能幹活 所以說這個邏輯跟台灣大學有點不一樣 所以用這個經營他就對了 對 謝謝強哥 我們謝謝強哥的培養 因為今天我們有 今天有提到說 這一次我們有邀請到中正大學 吳森老師 吳森老師我再介紹 你可以看到吳森老師 吳森無邪坐在這邊 他心裡面一定有很多的話 想要跟大家分享 因為他也是長期在中正大學做有關開業的貢獻 我想最後的時間 是不是也請吳森老師 來跟我們做一點分享 把我們掌聲歡迎吳森老師 謝謝 那個 你好 我這樣聽下來 我現在還是伸手 那 我聽下來 我們聽到了 感覺比較多人在講的是說 怎麼樣把一些開業的軟體 用到教育 教育 那這個 這個其實我腳不擔心 因為這個是還順順的在進行 比方說 國中高中這些的教育 現在它就是開業界 大學也漸漸在用 那我現在比較抗稱的一點 就是說 事情我會偶爾會遲到 就是定義 什麼叫開業的教育 開業的教育只是說 把open source 的軟體 用到教育界 它就是商業的意思 開業也是一種商業的意思 那它強調的方式不一樣 反正還是一種經濟 還是一種商業 那 我覺得那個地方 不會太擔心 因為開業力量距離來越急 像苗高現在來 有有有 經濟你去年了 對 這更不擔心 那我覺得 我再看另外一個議題是說 怎麼樣子讓學生加入開業 怎麼去join open source 這樣子的投靈 怎麼去加入這些軟體開發 或者說怎麼樣運用開業 尤其在收費 有沒有要運用開業 這麼多廣大的收費 這個result 來幫助 教育 尤其是在整個教育 對 不需要的教育官 那這個地方我在看的事情 我覺得這需要action 所以其實我今天來 蠻希望聽到的是說action OK 所以我們今天想要多 我們那個sult 這個教育 那我們現在面對到哪些問題 那我們就哪些 對 對 哪些動作我們可以做 那我第一件事情 我馬上想到一個 Costcap現在做了很久 Costcap沒有一個Porto 網站 收集過所有過去 那個Costcap所有的紀錄 所有這些的議程 錄影 然後一些教職 就針對open source的一些軟體 去做一些很好的分門 別類的 類似的知識牌 這樣子 那任何人想要 接觸open source的時候 有很好的一個entry point 尤其是台灣這個學習上的來講 那我覺得這個是可以做的 對 我覺得Costcap已經辦得很好 但是我覺得 可以去思考 這個力量更具體 具體 具體 然後更扎根的去建議一些 調整出來 然後這時候 你未來要去推廣的時候更能力 好 我們謝謝文森老師 分享 好 所以你看文森老師 等於是我們今天做 這具體的一個結尾 表示說 我們還會有第三集 對不對 所以今天沒有分享到 我們期待下一次 我們再好好來看一下 具體我們可以做的內容 好不好 以上呢 非常感謝大家參與 我們台語言教育的分享 謝謝大家 謝謝